Hello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个 幽为精灵的这个 神域牌 这是我非常非常非常 喜欢的一副牌 所以我愿意为它一张一张介绍 那它的书呢 长这样子 跟卡片一模一样 而且它有空间可以让你记录 它书也是设计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上次已经介绍了 这是它的书 我们上次已经介绍了 第一张Gateway这个入口 我们继续介绍它的最后一张 Mushion世界牌 Mushion是蘑菇 那在塔罗牌上面呢 就是世界牌 跟Gateway Gateway刚刚那个Gateway是愚人牌 是零号 那蘑菇就是世界牌 最后一张 那这个蘑菇牌呢 它是说它不是植物也不是动物 只是和自己 只是自己的种类 它是一种菌类 不是植物不是动物 是菌类 那它的菌类呢 它是跟Witchery 这个巫术呢 有着长久官员的 深渊的连结 它是在黑暗中成长 分解 还有转化一些腐败物 然后吃掉那些腐败物成长的 它可以很精准的从死亡 最基本的分子里面创造生命 有时候甚至可以带着死亡的威胁 因为毒孤就会让你死掉嘛 或者是至少带着通往死亡之路 这样的威胁 有一句古老的英文的名言 All mushrooms 所有的蘑菇呢 Are edible 都可以吃哦 But some 但是有一些呢 Only once 你只能吃一次 也就是说你吃完一次 你就死掉了 复合了这个蘑菇的神秘天性 许多品种都可以在一夜之间 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头来了 这样就会孕育了 大量的关于这个蘑菇跟spirit 精灵之间的出没传说 好 那蘑菇的讯息呢 有一个就是说 你抽到这张牌的时候 就是表示 诶 这个人 这件事情 到底意识还是意友 还是敌人 是朋友 还是敌人 friend or 是朋友 还是敌人 光从外表呢 无法判定 只好用你的got 你的胆量来决定你 会不要 要不要交这个人当朋友 因为有可能是敌人 所以看你的got来决定 你的胆量决定 就不会出错 那你有胆无胆 那交朋友的时候 需要意气 所以胆量 你的世人的眼光就很重要 那抽到这张牌呢 有奇妙的 不可预知的 惊喜会出现 你最好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保持开放的心 那这张牌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你看起来孤立无援 但并不是呢 并不是这样子 只是大计划中的一小部分 行动的一部分 你还没有看到整个全貌 在表面下呢 还有更多的这个线索 等待着你去发掘 等待你 等待在酝酿中 好 这个是mushroom 那他这个 这副牌有五张牌 是大一式牌 比如说这个 根啊 inspiration 灵感 好 时间 时光 还有environment 这个周遭的能量 跟这个星星 好 这张 这五张牌叫做rights 大一式牌 所以你在抽牌的时候 我们上一集有介绍 抽牌的时候呢 可以用大一式牌 先抽一张 抽完之后 他会告诉你 要focus 专注在这张牌上面 再抽你的问题 好 然后呢 大一式牌 第一张牌 就是根 roots 好 根 那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 大一式牌 它是巫术的 五倍入口 入门的方法 那witchery呢 witchcraft 这个巫术呢 它是协助我们 找到自己的源头 那它允许我们 做实验 所以塔罗牌 是有各式各类的实验 各式各类 说法没有固定 有效的来记录 时间跟周围的连结 那大一式牌 也让我们确认 分辨我们的路途的 模样形样 那大一式牌 刚刚那五张 是实用的工具 它用多重的风貌 来展现我们深度的自我 跟我们跟世界的连结 经由这五张 你可以提升 自己的第六感 跟其他魔法的能力 还有你私人的 这个连结的力量 的统合协调 这五张牌 特别适合冥想 所以我需要 一张一张来介绍 那这些咒术 这些咒语呢 如果你在寻找 下一步人生方向 跟指引的时候 就非常的有用 好我们来看 跟这一张牌 是第一张大一式牌 那这张牌 我们的简介 我们讲过这本书 他在讲 他在介绍一张牌的时候 他上面都会 有简介 好 这个简介完了 下面就会有三个讯息 告诉你抽到 这张牌的状况 那这个简介呢 这个跟 这个简介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呢 这个跟呢 是我们来自于 我们的祖先 还有我们身边 我们的最亲密的亲人 还有我们住的地方 都是我们的根 那根不只是引导出 我们是谁来自何处 也说明了我们的 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跟他的理由 在我们的皮肤 跟土地之下呢 我们的心呢 真实的真正的 看得非常的清楚 想想看 你来自哪里 你的根长什么样子 你希望你将来 在哪里落脚归根 那他的讯息三个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要只是成长而已 而且要繁盛繁华 请你和你的根 你的基础 你的基本连结 敬拜你的祖先 跟亲人和好 复兴你童年时 影响你最深的 那个童话故事 比如说你最喜欢 白雪公主啊 丑小鸭啊 好之类 你要复兴你最 影响你最深的 童话故事 你有你 你有呢 用你的过去 以你的过去为荣吗 你不是只是 以成功为荣 也包括了 你的过去的失败 所以我们要 跟我们的过去呢 妥协 不需要跟过去 划清界限 因为有过去 才能够成就 今天的你 从失败中 我们可以学到更多 但是我们也不需要 那个只 只记得你的成功的部分 那自己呢 或者是过去的记忆 你要好好的尊重他 不要跟他切割 也不要被表面玩弄 深入你的直觉 而找到事情的真相 好 这个就是跟这张牌 让我们冥想的那个方法 那他的大仪式牌 第二张呢 就是讲到inspiration 灵感 灵感呢 他的介绍就是说呢 事情呢 都是以自然而然的方式 跟滋养 让我们呢 得到成长 来到我们的身边 然后灵感就出 灵感就出现了 那这个灵感呢 跟我们的教养啊 我们的血缘 都没有关系 灵感呢 是让我们离开 我们的舒适圈 然后呢 被我们的想法 搅动 而不再只是一般的 普通的这些尝试而已 那灵感是用艺术 舞蹈 戏剧 写作 手工艺 设计等等方式 来展现自我的表达 自我的创作能力 灵感 可以让我们 掉入我们组成的分子 世界的分子之中 加上一些 以前啊 过去世啊 还有一些精灵啊 一些灵体 一些精神的 混在一起 这个大锅里面 就会有一个力量 呈现给我们 让我们改变 我们生命中的 那个肉汤 这个锅汤 那他的讯息呢 就是说 你以为的巧合 其实并不是巧合 因为非常的稀有 这种突然出现的灵感 是很稀有的 因为他是来自宇宙 给我们的讯息 那还有他的讯息 就是说 注意一些 抓住你的视线 有创造性的模式 这样的规律 然后抓住那一条线 因为这个灵感的 这一条线里面 有很大 极大的可能跟潜力 在前方等着你 然后他还有一个 就是说 你要再多实验一点 不要怕失败 犯的错越多 你的创意 你的创造能力越高 好 这就是成长的要义 那精髓 我们必须要容忍改变 容忍犯错 在我们手中握有这样偏差的 既定概念 就是说尽量少犯错 这是错的 那就是说 我们尽量的发挥可能性 你在考虑的这样的构思 也许不是完善的 也许是离现实太遥远了 没有任何的注意影响 但是呢 这不只是空思梦想 那你呢 要确定的是 到底什么是空思梦想 什么不是空思梦想 即使那些不太好确定的事情 那些走向呢 也没有关系 好 那享受当下就可以了 就是inspiration 享受当下 那再来下面一张大意识牌 就是时光牌 time 时间 那他的介绍就是说 我们要超越线性的时间 不要受控于时钟跟手表 时光呢 是月向的语言 它是地球的自转跟公转 那我们身体成长呢 也是时程表 我们是日月合体的存在循环 而且在日月的影响中 找到我们的智慧跟力量 你看到日月合体 还有一个这个五角星 那他的讯息呢 就是我们跟月亮一样 有月圆月缺 好 跟月向同步 跟海潮 潮汐同步 那加深加强 我们的魔法 不是说跟这个月向 跟这个海潮 海系对抗 日升日落 就记录着一天的开始 跟结束 那事情有转机 也许呢 地平线的那一端 有新的机会 这是他的讯息 那你要竖紧腰带 因为呢 你的心智 身体精神 要全力以赴的时刻 已经来临了 为了你自己 做好行程计划 那匆忙仓促呢 只会让 重要的细节 被忽略掉 或被遗忘 所以你要注意细节 不要那么匆忙 仓促 好 下一章呢 Environment 这个周遭 这个大仪式牌呢 他的简介就是说 你身边有层层包围 你的能量 从你住的地方 一直扩散到周围的地带 地带 包括周围的地标 乃至于整个生态系统 我们也许来自不同的地区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必须要认同 跟尊敬这片土地 我们和我们周围的连结 比如说和季节的连结 景观 山河 大地 传说 故事 这些能量的连结 趋使我们能够安住 在这个世界 而且定位我们 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 我们可以做一个神坛 或者是一个祭坛 来创造出这样的神圣的environment 这样的能量 周遭的能量 来加深我们身边的气场 我们身边的磁场 将自己好好的安住 在祭坛或神坛 这样的能量里面 那这张牌的讯息呢 也包括说 如果你觉得心情不好 觉得迷惑 你重新定位自己的时刻到了 要清理你周围的空间 打扫你的祭坛 打扫你的心情 外在总是跟内在的情况 息息相关 你太强烈的举动 会造成巨大的回响 久久不能平息 那你就和权威结合 稳稳的站在那里 你和周围的这些不协调呢 最后还是会回响给你 只因为你的行动 做出来的事情的反应 造成的后果 只要你能够决定 而且担起你 因为你行动 所造成的这些责任 然后寻找一些补救之道 找到解决方法 好 这就是这张牌的牌翼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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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